一场烟火的孤单 一缕前长的思念 一张粉黄的相片 一段告白的留言 我看不见苍白的永远 想坠入另一个陌生的世界 回忆车断了线 飞过一幕一幕心碎的时间 黏住灯 一盏一盏的点燃 引出你那张温柔如水的容颜 颤动的弦 像真自过的誓言 将你的名字深深刻在我之间 时光如岁月淹没岁月的变迁 那时的我已经不在你身边 记忆的歌 怕我翻牵了花瓣 诉说曾经拥抱着你 我的缠绵 那是一场风华雪月 那是一场风华雪月 你让我回来 咱们父子俩还没有说上话呢 爹有好的话要跟你说 你一定要醒过来啊 殿下才亲耳听地叫我一声爹啊 诸子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真是的 小琪 你跟柱子的事 芸衣已经告诉我了 你放心 柱子她一定会醒过来的 你都知道了 你们刚订婚 就风波不断 但是我相信 只要你们夫妻同心 什么波折都会过去的 我就是怕进食 他那死脑筋 非要靠什么双手挣钱 我爹就是卖苦力的 卖了一辈子了 苦日子我是过够了 我哪想到 我现在跟着进食还要 还要担惊受怕 你是我未来的儿媳妇 我绝对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你去找芸衣来 我很担心恐怕要出大事 真难不知 不认真 你 pass级 我担心 我想 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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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听死 干嘛一直叫它竹子 吐离吐气的 我们靖石迟早要回姚家 做女婿的呀 我姐虽然把靖石给抢走了 可我现在已经把它抢回来了 就算如今靖石 成了刘子浩的儿子 可姚家的荣华富贵 终究还是我的 等着吧 我才是真正的主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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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是真正的主角呢 我才是真正的主角呢 你才是真正的主角呢 孩子 柱子是你小时候 爹与你起的名字 柱子 你还记得吗 你一直在这里陪着我 爹真的很担心你 在码头的时候 你喊了我一声爹 我好激动啊 就算我现在闭上眼睛 我也死而无憾了 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 过去所有的生活 就像金花水月 突然一下子 全都不见了 油門 月宝石 孙子 但多iz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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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愿意再喊我一声爹了 你终于愿意再喊我一声爹了 爹 如此爹 如此爹 爹 秀琪 云姨 您怎么来了 金氏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云姨 金氏昨天跟人打架受伤了 还好后数救了我们 把我们接过来了 伤得重不重啊 云姨 没事了 他们俩现在还在休息呢 我都在这儿守了一天一夜了 秀琪 你跟着金氏离开家 你妈妈很担心你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也很想我妈 可是我 我现在已经跟金氏订婚了 我就是她的人了 虽然我舍不得我妈 可是我想金氏现在更需要有一个人陪在她身边 支持她照顾她呀 你能这样想 真的是难得 咳咳 多个人 不管这儿 看起来 我还是要客人 不觉得她是藍珑 小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真的是我 朝思暮想的女儿吗 什么 你 您是 是 我是你的亲生母亲 你就是我失散多年 我苦苦寻找的女儿 这是真的吗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不是 不是 妈 我终于找到您了 妈 我找您找得好苦啊 好孩子 妈 从小到大 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养女 没有亲妈在身边 我 我总觉得爱别人一些 抬不起头来 每一次我一想你 我就 我就抱着枕头大哭一场 对不起 让你受苦了 修琪 我当年 我是有不得已的原因 我才会抛下你 妈妈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不 妈 您千万别这么说 我 我爱您还来不及呢 我不会怪您的 我是没想到 我也能有今天 能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 和您母女团圆 您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 多激动 妈 我知道 你以前为了我 吃了好多苦头 从今以后 我一定会报答您 好好孝顺您的 黛云 你们 子昊 不是 这 是念词 那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念词 之后 太难了 太难了 咱们一家终于团圆了 小奇啊 真没想到 你竟然是芸苑的女儿 恭喜你啊 终于找到自己的妈妈了 真是你的妈妈 这是愿意的 不就 你 现在还要找得 子昊 你们 但愿啊 柱子和我 终于父子相认了 忍了那么久 找了那么多年 你们父子终于相认了 太好了 你这些年所受的苦 终于得到了补偿 抱春节在天有灵 见我们吃了这么多的苦 所以保佑我们母女 父子可以团圆 金师 你母亲是个好女人 她如果地下有知 她一定会觉得非常欣慰的 金师 我想求你一件事 你可一定得答应我 什么事 你就直说吧 光我一个人回姚家 我好孤单呢 你能不能陪我一块回去啊 你现在虽然不是姚家的儿子了 可你也是姚家的女婿啊 姚家的事业还咱们 萧綦 姚家的事业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难道忘了那天赵志平是怎么侮辱我们的吗 况且 况且我一个人回去有什么用啊 赵志平他处心积虑 就是要挖空姚家 我一个人回去不行的 静时啊 你也是有责任的 我求求你了 你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好不好 宝宝 你好可爱呀 来 给妈妈笑一个 想什么呢 你爹一定在想 姑奶奶会不会同意你留在这儿呢 你说你这么可爱 怎么会不答应呢 是不是啊 宝宝 是不是啊 笑一个 过了 怎么这么看着我呀 丑啊 美扬也在呢 妈 我是来看孙子的 我的小宝贝 我的小乖孙子 你看多可爱 你好啊 美扬你真是好福气啊 你走了一个 又来了一个 妈 是孩子跟我有缘 又可以帮着 艳蓉几句难题 是妈不会说话 你别见怪啊 组织呢 是我们沈家的香火有了着落 这比较重要些 美扬 你看 她对你笑呢 是啊 是啊 来 再笑一个 乖啊 真乖 再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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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任何事情呢都要经过我的同意 以后要是再敢这样先斩后奏 我可饶不了你 姑妈说得对啊 确实是我不对 就这么随随便便偷偷摸摸地抱了一个孩子回来 你到底有没有替姚家想一想 这件事要是传了出去 岂不成了笑话 姑妈 您就放心吧 这孩子的来历啊 我绝对不会跟外人说起的 对对对 我们绝不会让叶蓉知道 是 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这是叶蓉的孩子 姑妈 来 您看 这孩子多可爱啊 是啊 是啊 这一次就看在美瑶的份上 不追究 让你们收养这个孩子 谢谢姑妈了 我保证这个孩子 一定会讨您欢心的 来 尝尝 姑妈你看 她撑着您笑的 要不是美瑶消产的话 我和你姑妈不会答应的 所以 你要照顾好美瑶和孩子 知道吗 我会的 爹 您就安心吧 你还有爷爷奶奶 还有姑奶奶疼 你真是好命 这么多人疼你 除了那个脾气古怪的爷爷 是那 那个外公 你 这叫什么 我 我都糊涂了 赶紧通知老爷夫人 好 老爷 少爷回来了 夫人好 夫人好 少奶奶好 少爷好 少爷好 夫人 夫人 但愿夫人 令智庆时少爷回来了 太好了 一定是秀琴来了 长安 我们也过去看看 好 听着我说的话 好 姐生 静时 真生 我找到我们的女儿了 你说什么 她是沈家的养女秀奇 就是我们的女儿 秀奇 女儿 我们的女儿 是啊 秀奇 可是 爹 我要想你啊 爹 我们父女俩能重逢 真是老天有眼啊 爹 别哭了 我们好不容易团约 是喜事 要开开心心的 我知道了 妈 乖 长安 你妹妹是个养女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她三四岁才到我们家来的 对了 刚到我们家的时候 脏兮兮的像个可怜虫 到我们家闲在摊上 偷吃咸菜的 可不嘛 就是因为看她可怜 所以我才收养她的 这事巧了 这姚家的儿媳妇没当上 却当上了姚家的女儿 真是有点太巧了吧 大家别在这儿站着了 进大厅座吧 那就到屋里去 屋里去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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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没错 这是我爹的玉胶 就是当年 我送给你的那只 这回不会错了 再也不会错了 爹 孩子 爹 你们是不知道呀 锈气堆这只玉箫啊 可宝贝了 走戴在身上 只是偶尔拿出来吹个小曲什么 唱之小曲 锈气打小啊 就跟街坊邻居的孩子不一样 特别的优秀 而且耻苦耐劳 总之呢 是人见人爱 人见人夸 我正琢磨呢 这孩子 我得以为自己的 不受优秀 不受优秀 这几十年 也不受优秀 一年 不受优秀 不受优秀 来 他也得了 他也不受优秀 他也不受优秀 他不受优秀 那他学生 他不受优秀 他也不受优秀 您付出了很多 所以秀琪才能被您调教得 如此优秀 我真是无意回报 姚老爷 你这话说的不假 我对秀琪啊 那可是换了不少的钱哪 人们都说 这养女儿赔钱货 可我不这么想 我总在想啊 不管赔多少钱 我都要好好地栽培秀琪 你看啊 这个吃的穿的用的 这乱七八糟 从小到大算起来 怎么也得一栋阳楼 楼这么多了 您对秀琪是恩重如山 那岂止是一栋阳楼可比的 我看这样吧 就先以一栋阳楼的价钱 对您表示感谢 待日后啊 年间好些 我再多些给您补偿 好好好 好好好 我看啊 你养女儿根本就不是个赔钱货 而是颗摇钱术呢 我说郑生啊 你别忘了 你的姚记总铺才刚抵押出去 这会又送人家一栋阳楼 我看你真是泥菩萨 中大方啊 我跟女儿失散多年 到现在才找到 这里边好多事情我还没怪罪你 你倒有脸心指责起我来 我告诉你 最后我手就是你 你给我闭嘴吧 我的事用不着你啰嗦 你找回女儿关我什么事啊 但是你把钱往外撒 跟我的关系可就大了 走了一个静时 又来了一个秀琪 天底下哪有那么巧的事啊 我看一定是有什么人 想干什么龌龊的勾当 什么勾当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怎么说就怎么办 静时也好 秀琪也好 都是我的孩子 况且他们已经订了婚 真是老天有眼哪 让我同时找回了两个孩子 是啊 这是老天有眼 这失散这么多年的 找回来了吧 还能说得过去 他像你这么有骨气的 走了又回来 我真不知道你心里有什么想法 赵志平 我一直敬祝你是我的舅舅 可你竟然到处打压我 你怎么也不会想到 我这么快就回来了吧 千万别叫我舅舅 谢谢大家 我费用我 你们的舅舅 行吗 忍住 我说你的舅舅 我们都没想到 想要去 我看人家 我真是想要去 我的舅舅 去 我这就是 我看你 我对你 我好走 你 vacuum 现在 我想 我 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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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我看这个客套就免了吧 实时性的限力比较重要一些 沈太太 你放心 该给你的 我们一定会博给你的 是 我的意思是 这些事情 千万不能让我们家老头子知道 要是让他知道了 他肯定舍不得 让养了这么多年的闺女 去管别人叫我爹是吧 所以说 千万不能走落风声 要不然 秀琪还真的没法认足归宗了 是啊 是啊 爹 您就先别去了 这我倒是没想到 我能理解 作为一个父亲的心情 要不这样吧 您还是转告沈先生 说秀琪留在这儿筹备婚礼 待他们成亲以后 我们再找机会 向沈先生解释 好好好 这样比较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 秀琪啊 你好好待在这儿 千万别乱跑 沈太太 您请 先走了 留步 留步 我终于梦想成真了 所以说 只要努力 就一定会成功 那天啊 你怎么回事 了 我最后 第一个人 为什么 小子 你怎么回事 因为我 我还可以回事 我走了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不是 不能说不痛快 可也不能说痛快 我们不说这些了 你这个人呢 就是太老实 太善良 所以才容易被人欺负的 我是宁可人负我 我不屈负人 是吗 那我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最近发生这么多事 我现在还没心思想这个 你刚说了 宁可人负你 你不负人的 总不能订了婚 就没有下文了吧 况且我现在是姚家的大小姐 你总得给姚家一个交代吧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我会尽快办她 静时啊 我们结婚以后啊 就夫妻同心 眼下的江山 可都是我们俩的了 我们俩以后 就可以做小荣华富贵了 秀琪 难道在你眼中 除了荣华富贵之外 就没有什么 其他的东西了吗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出去透透气 静时 雅芽 你现在在哪儿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处境真的很艰难 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为什么你总是不在我身边呢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他有什么气呢 没有 我听说 你跟秀琪当年被抱错的事了 别太伤感了 何有九曲八弯 仍难免有个三回六转 就看开点吧 我知道 可是父子的亲情 跟道义责任一下子纠缠到一块了 我这一事 也理不清 哪里来的孩子的哭声啊 我先回去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怎么了 没事 宝宝 这不是燕蓉的孩子吗 他怎么会在你这儿 是长安抱回来 我们收养的 那燕蓉 他愿意吗 他当然愿意了 他怕别人指指点点的 不可能 燕蓉怎么可能因为别人的指指点点 放弃这个孩子呢 静时也在这儿呢 怎么样 我儿子可爱吧 看爹回来了 爹回来了 你说这燕蓉也真是的 天天担心养不起这个孩子 现在可倒好 把孩子一个人丢下 不知踪影 幸亏美瑶有爱心啊 不然呢 这孩子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啊 在我看来 燕蓉是用生命来爱这个孩子的 他怎么可能不管这孩子 交给你抚养呢 燕蓉在哪儿 我要亲口问他 之前还因为孩子的事 似乎不敢跟我回来 现在怎么可能不要这个孩子 他在哪儿 他在哪儿